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 欢迎来到民族正线 有些网友说 老兵 你这点非常好 你这里连线 你之前开直播 你从来都不连那种轮子 这个毒 那个毒的 还有这个民运的这种人 我首先想告诉各位网友 这种人一直想要尝试在我这里来连线 有些人他会打过来 他会说一些他的这个立场 但是我从来不会让这些人在我这里发声 首先一个 这个不叫集思广义 也不叫做要知道是朋友要接近 是敌人更要接近 因为你能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不是追名逐利 你说这些台独 你说这些轮子 你说这些民运 他的观点 政治立场 他的想法 你还不清楚吗 这种东西是不能开头的 你让他在这里来连线 是 你一级两级 是可以弄点小流量 别人觉得很好奇 听听这个民进党的狗 他妈的说些什么东西 或者听听这些轮子说什么东西 但是我说过 久而久之这玩意 他会潜移默化 你认为 这东西听听好像也就那样 所以各位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有一定影响力的频道 是不能够开这种头的 那有的网友说 那怎么有这人就那样子搞 我说过 喜欢搞这种东西的 他是没有立场的人 你明白吧 一个立场坚定的人 你看那些深绿的那些 深绿的那些频道 或者说一些民运的 他会让你小粉红在上面 叽叽歪歪吗 不会啊 那我们也一样的 我为什么要让他叽叽歪歪呢 有些人做节目的人 你别看他绣红席怎么样的 有些人他一他拿这个东西 作为牟利的一种工具 到最后 拷背这个 拷背那个 到最后变得自己都没有立场 你说他的初衷改变了 我不认为说是 他的初衷就是 这种样子 这种颜色 而是说 当初衷是这种颜色 他牟不了力的时候 他会去更改一些东西 我说过 用东南亚的一种方法叫 大家都知道 东南亚有很多邪术 比如说降头术 那这修炼这种降头术的 称之为黑衣阿赞 黑衣阿赞 他修炼降头术 他称作叫做习黑法 习 练习的习 黑色的黑 法术的法 习黑法 他不会用那种词汇 叫修道 修炼 修仙 修身养性 不会的 因为降头术 它是术 这种叫做术 黑法它是术 中国的词汇 博大今生 叫心术不正 你们听说过 叫做心道不正吧 这个世间 很多人他都是玩术 真正修道的人 没有多少 所以说用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说 在佛教的概念当中 佛祖称 现在是末法社会 末法的时代 很多的假和尚 假寺庙 包括这种 假的修炼者 他都是玩术的 就是我们称之为 用东南亚的标准字 叫习黑法的人 那在圣经的故事当中 他提到了 说最后的审判 末日审判 就今天 你可以看到 在中国 在中华的文明当中 跟西方的 这种西伯来 姑且算是为文明的 跟这个希腊 古希腊这个文明 两西文明 你今天在西斯廷 去过西斯廷吧 我去过 很多人也就去过吧 你去看 那个 这个 米开朗基罗的 最后的这个审判 这个画 最后的审判 你就能看到 对照今天这个社会 今天这个世界 是不是有 很相似 所以这就是时间 时间 他不会骗人的 你当你今天 在看到 美国总统 拜登 他说他要去禁止 俄罗斯的石油 俄罗斯是世界 石油第一大出口国 第三大生产国 对吧 那 他 不管不顾 美国的民众的 福祉 在我看来 世界银行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个世界组织 那个世界组织 他都是深层政府的那种概念 没吗 他都是深层政府的那种概念 所以说 我说过了 今天你可以去解释说 为什么这些 拜登这种新左派 他要去禁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美国 他现在油价非常高 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非常高 你可以解释一点 很明确吗 就是在为 替戴威·洛克菲勒家族 在牟利 仅此而已了 俄罗斯的副总理也讲了 你禁我的石油 油价将推高到 300美元一桶 300美元一桶 那我说过 美国的 你别看 有什么这个公司 那个公司 雪芙蓉啊 什么这种 这个埃克斯美夫 还有其他的几个公司 包括很多在欧洲经营的石油公司 他都是洛克菲勒家族的 那洛克菲勒家族的 38封家信当中的 有一章写到了 写到了 贪心大有必要 可口的点心不是很多 你不贪 别人就贪去了 所以贪心大有必要 那在这个时候 我说过 美国的社会 就是按照他们家族的来设计的 大农场 大农村式的 到哪都得开车 到哪都得开车 公共交通 为零 到哪都得开车 而且汽油价还不便宜 你开好车 汽修公司讲 你不能加便宜的油 那个油品不好 所以说你能看到这样一种概念 这其实会引发世界大战一种概念 如果今天我说过 欧洲他清醒了 他们也来寻求习近平的意见 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马克龙跟德国总理索尔茨 他们不和 不联合和拜登开会议 代表他们要找习近平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里面的问题很严峻 今天人类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如果说欧洲也禁俄国石油天然气的话 跟美国一样 那将会人类走上三战的边缘 而俄罗斯已经告诉美国 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我们不跟你叽叽歪歪打那种常规战 我们直接就是核大战 直接就是点爆全世界 是这样一种概念 大家现在的人的记忆和鲸鱼 没有什么区别 七秒钟就过去了 其实今天这些国家领导人在讲这些话 他不是为了吓唬谁 而是这会有可能变成为现实 变为现实 左派的人 他有一种同归于尽的一种倾向 但他本身自己又是胆怯的 我说过 今天西方的新左派是以消灭白色男性为主的 那普京作为一个白人 一个右翼分子 一个强硬的 一个民族主义者 一个具有沙文主义者的人 这样的人 自然是美国 民主党 出之而后快的人 因为民主党都是新左派 我说过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面 一边开着会 一边在掏着相互的 那种 那杆香蕉 摸的香蕉 你有可能 全部都裸体 你都不知道他们是干这种事情 大小姐 公子哥 今天 美国还没有找到替代方 但是她和委内瑞拉在谈 因为委内瑞拉也是石油出口国 她跟委内瑞拉在谈 从委内瑞拉这边买石油 去替代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欧洲很明确 马克龙讲了 我们要尊重俄罗斯跟俄罗斯人 德国舒尔斯讲 我们将扩大对俄罗斯的能源的进口 因为我说过 如果当欧洲也跟着美国的指挥棒去走 对俄罗斯的石油天然去禁运的话 那你不是他的销售市场 他将打 拜登又像英雄一样的 美国式英雄一样的 去禁止了俄罗斯的油气 那同时跟进的 有被白左抵制的可口可乐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 在被西方美国式的民粹绑架后 抵抗不住压力 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 他只是暂停 他没说退出 这个词要听清楚 这是很多对俄罗斯制裁的公司 只要说暂停的 那这个概念又是不一样的 他没说退出 那百事可乐公司也宣布跟进 星巴克宣布关掉在俄罗斯的门店 也暂停在俄罗斯业务 麦当劳关掉 全额840家餐厅 所以我说过 今天世界越来越混乱 西方的这种民粹很严重 在民粹的裹挟下 这些跨国企业 遭受的 蒙受的巨大的损失 但没办法 这是政治正确 所以我说过 今天哪些 哪个国家是世界的 罪恶的根源 就是美国 这十几个家族控制着的美国 深层政府的概念 给世界带来了 无尽的黑暗 无尽的痛苦 他们有的无尽的贪婪 那 现在我们又看到 俄罗斯外交部也讲了 这个很实在的话 俄罗斯外交部 西方在对俄实施制裁时的逻辑脱离实际 俄罗斯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司长 德米特里·比里切夫斯基 在接受卫星 通信社采访时表示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欧盟自称公民 正造成巨大损害 原则上 对莫斯科实施更多新限制的决定 在逻辑上很难找到根据 比里切夫斯基说 欧盟继续发出进一步 升级对俄罗斯制裁压力的呼吁 西方的这一政策 依赖的是完全脱离现实的逻辑 他提到 莫斯科多次指出 欧盟的限制措施是非法的 破坏了国际法的基础 此外 他们与欧盟自身利益的相互矛盾 他指出 这些措施导致现有贸易生产链断裂 并正对欧盟成员国的公民 造成巨大损害 同时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 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 限制性措施 尤其适得其反 美副国务卿认为 称美国认为 其在乌克兰的目标是普京的战略性失败 普京签署有关限制产品和原料进出口的命令 这将会对国际供应链造成更大的威胁 美国 副国务卿 美国正研究限制俄罗斯使用加密货币的方法 可能据说俄罗斯在加密货币里面 藏了非常多的钱 美副国务卿 铁炯不会在乌克兰出现 有其他军事援助方法 俄央行是应对美元输入俄罗斯的制裁 而推行外汇现金支取的临时限制措施 英国将任何俄罗斯飞机在其空域出现等同于犯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波兰 已经把所有的米格29战机都交给美国去使用 让美国你想办法 把这些飞机运输到乌克兰去 但美国又不敢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 美国只敢欺负第三世界国家 没有防空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他不敢激怒俄罗斯或者中国这样的国家 甚至伊朗和委内瑞拉他们都不敢 我们都说过美国就是纸老虎 伊朗在2020年 应该是2020年的1月份 空袭了 用地对地导弹 空袭了 美国的伊拉克基地 但美国没有打它 委内瑞拉他们要发动政变 瓜伊苏已经准备好了 但川普取消了行动 那五角大楼 美俄军方定期通过 避免就乌克兰出现冲突的渠道进行沟通 五角大楼说 你波兰捐赠的飞机 不可以使用北约的任何军事基地 向俄罗斯 向乌克兰去运 那请问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飞机运到乌克兰去 而俄罗斯是这样的行为 对他的宣战 那搞来搞去都是在玩文字游戏 我说过今天西方的这群二椅子 尤其像美军当中也是 美军当中现在 允许跨性别者进去 他是个男儿生 我是个男人 但是我说我是个女的 我就是个女的 我认为我自己是女的 就是女的 美国那个海军部长 这样的一张嘴巴 跟来往这样 差不多一张嘴巴 他涂口红 喜欢涂这么 这一点点 这两片 这两边不涂的 你在推特上说 你是个男的 推特跟Facebook封你账号 你说他是个 人妖TS 你的账号被封掉 那现在又有一个 从男人变成女人的 这个叫做美国的商务部长 雷蒙多 警告中国公司 那在那前两天 白宫恐吓中国政府 说让中国政府 去制裁俄罗斯 要站队 不然的话会被报复 中国政府没屌他 现在雷蒙多说 恐吓中国的公司 说你们这些中国公司 敢跟俄罗斯做生意 你当心一点 我制裁你 他的恐吓起中国来了 但今天我说过 没有一个国家 哪怕小国家 除了那些跟台湾有邦交的 那些被美国操纵的 那些小国家 渔村 太平洋 帕劳这样的渔村国 中南美洲 暴力犯罪最严重的 被毒品侵蚀的这些国家 没有一个上样的国家 去理会他 他在表演赢家 他要求中国 这样做 那样做 这样做 那样做 又要制裁印度 又要制裁俄罗斯 又要制裁这儿 制裁那 但是到最后 他谁也制裁不了 他反而把自己给搞死了 他把自己给搞死了 而且媒体说 中国正在考虑购买 俄罗斯能源和原料企业的股份 美国威胁中国公司 无视对俄出口限制的后果 这个女便男 这个TS 冷妖说 雷蒙多 以对可能无视美国所宣布的 对俄罗斯出口限制 中国公司发出严厉警告 称 美国将切断 他们生产产品所需的 美国硬件和软件 该消息还指出 如果中国公司无视美国 限制向俄罗斯的供应微芯片和其他技术的制裁 美国可能会基本上让中国公司停业 看看 你看看这种B样子 今天你还 谁还信仰所谓的普世价值 那我说你赶紧 在你抽水马桶里拉一泡屎 你不要冲水 你把它吃了 但中国公司不惧怕它 对吧 不惧怕它 你去断心好了 你断心 你自己也完蛋 因为美国要跟中国断心 搞技术铁幕 多少家美国公司倒闭 多少人失业 他不在乎 所以我说过 这个是一个非常邪恶的 一群人在操纵 西方有魔鬼在统治着 他们都是魔鬼的 门徒 撒旦的门徒 宇宙的负面能量 操纵着今天西方 操纵着美国这部傀儡 再向人类世界发难 将人类带入深渊 将人类引向三战 俄罗斯说了三战是核大战 谢谢各位支持